对清朝历史有所了解的读者想必会知道 在雍正皇帝充满争议的即位过程中 有两个人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那就是时任部军统领的龙科多与时任川山总督的年庚瑶 正是在这两人的权力协助下 雍正才能顺利登基成帝 并迅速掌控了整个大清朝的局势 他的最大竞争对手黄石四子印体虽然手上掌控着西北大军 却也因为受制于这两人 而不得不乖乖交出兵权 奉赵返回京师 雍正当上皇帝后 年庚瑶和龙科多都因立下定策之功而得到丰厚回报 年庚瑶被封为辅远大将军 取代皇石四子印体统领西北大军 龙科多则被任命为吏部上书间部军统领 并承袭其父同国为的一等公爵位 此外 雍正的养母孝义人皇后佟家室是龙科多的姐姐 所以雍正在当上皇帝后仍公开以舅舅称呼龙科多 这在整个清朝历史上 也就龙科多一人享受过如此的语 从清朝的宗室族谱来看 雍正皇帝是龙科多的外甥 龙科多是雍正皇帝的舅舅 当然 龙科多并不是雍正皇帝的亲舅舅 龙科多的姐姐是孝义人皇后佟家室 而孝义人皇后佟家室是雍正皇帝名义上的养母 雍正皇帝和他的养母关系很好 所以龙科多是雍正皇帝的舅舅 那雍正在登上皇位之后 为什么要逼死自己的舅舅龙科多呢 人无千日好 花无百日红 正当年庚瑶的权力和威望都达到顶峰的时候 他却突然遭遇了事业上的花铁路 短短几个月时间里 年庚瑶从威震八方的服远大将军 沦为天牢中的死囚 最终于雍正三年12月11日被下令在狱中自裁 在处理年庚瑶的同时 雍正也顺手收拾了龙科多 他先以龙科多教祖无方为名 勒令他严加管教 并撤去了他部军统领之职 雍正五年龙科多因结党营死 私藏御敌等罪名被逮捕抄家 全建于畅春园 雍正六年六月 龙科多死于禁锁 年庚瑶和龙科多都曾是雍正皇帝的左膀右臂 为什么在短短几年时间内 他们两人会遭遇如此大的变故呢 有一种观点认为 年庚瑶和龙科多之所以会遭遇不幸 主要是这两人权势太大 功高震主 所以才会被雍正皇帝给办了 然而事实果真如此吗 答案是否定的 其实这是龙科多自作自受造成的 当时汤西皇帝快要驾崩的时候 任命了龙科多为顾名大臣 再加上龙科多与雍正皇帝的关系 所以雍正继位以后 龙科多可谓是位高权重 逐渐走向了人生巅峰 渐渐地走向人生巅峰的龙科多 开始膨胀做了许多雍正皇帝任无可忍的事情 甚至还暗中勾结年庚瑶结党营私 收受贿赂 触碰到了雍正皇帝的底线 还有一件事情不得不说 就是关于康熙皇帝临终脱窟和雍正皇帝继承大统的事情 因为龙科多几乎是全程参与了此事 所以龙科多时常跟别人念叨这事 说到激动的时候 就口无遮拦 说什么自己是白帝人脱窟 把自己比作了诸葛亮 但是雍正皇帝知道以后怎么想 你这是把我比作扶不起的阿斗啊 所以雍正皇帝对龙科多的所作所为非常愤怒 龙科多案和年庚瑶案也有很多相同点 对雍正而言 年庚瑶和龙科多是雍立他的有恩之人 有功之臣 四其 其二 年庚瑶和龙科多都是贪婪之人 并最终受到了雍正的严酷打击 其三 雍正对年庚瑶和龙科多严酷打击 首先是从政治方面入手 顺带经济领域的抄家没收 并诸连家人 再回过头来说不同点 龙科多在雍立雍正的关键时刻 他的直接功劳作用要远大于年庚瑶之上 因为年庚瑶当时远离京城千里之外 雍正上台后 龙科多远非年庚瑶那么张狂 龙科多的贪婪未口与手段 也远非年庚瑶那么大 那么多 龙科多也远非年庚瑶那样直至死到临头才悔悟求饶 他早就预计到自己在雍正手里终将难投一死 所以他早就开始转移财产 早就开始急流永退了 而年庚瑶直接无视 似乎并没有太在意 年庚瑶贪得无厌的根源 是年庚瑶的权力不受任何监控 约书 而年庚瑶的权力是雍正给的 年庚瑶的权力不受任何监控 约书 以致疯狂敛财 无法无天 童庸正用人中对年庚瑶的放纵 视察也有很大关系 自古半君如半虎 年庚瑶和龙科多都是人经中的人经的 可是最终却栽倒在对权力和地位的迷失上 怡亲王印象不争不强 结果反倒成就了一世英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